留下數字的話就把這裡面的數字幫我搬過來 當然你可以測試一下 裡面的話不同形態 留下數字 那其實呢 你看這裡面有12啦 我剛剛加的 你看它會自動幫我把它留下來 其實原理原則 像留下數字呢 基本上程式 如果說你有寫好前面的東西有沒有 你可以把前面的東西 複製到這邊來做修改就可以 因為它其實邏輯都差不多 那怎麼修改 特別重要 累加 這個累加的概念要很清楚 因為以後你要加幾個 是加1存回去 加1存回去 那文字的累加是把它串在後面 我現在發現其實很重要 可是很多同學對這種概念不清楚 以後你要寫程式 就會有問題 OK 我們如果最後要的結果是數字幾個的話 就是類似像這樣子 如果是要把要的東西串串串的話 其實特別重要 你如果這個會寫的話 那我們1可以把這邊把它Ctrl C 然後再來的話呢 如果我可以把這邊改OK的話 其實結果就OK了 那改的方法呢 基本上我是建議 其實初步呢 你們如果剛開始不會從頭寫啦 我建議還是要留下範本 反正把範本把它改嘛 至少我也有很多範本嘛 你就拿那個範本 的大概輪廓嘛 不過他寫來寫去 不外乎就變數嘛 不外乎就回圈嘛 那頂多我們今天是 如果不是一個範圍 那就都快回圈嘛 回去也許你盡量把都快回圈再演練熟悉的話 不想以後你遇到什麼問題都很容易就可以解決了 至少最快的方法 因為我這邊程式盡量是教各位 我自己是學的最簡單的寫法 因為寫法可能100種 那你千萬不要挑那個最難的 像剛剛同學有挑用陣列來寫啦 不過用陣列來寫說真的算了 因為陣列是在記憶體裡面 記憶體是看不到的 那如果可以你就寫在Excel裡面就好了 Excel本身就是一個陣列啦 就是一個二維陣列 對不對 那為什麼很多同學說 老師你為什麼很少講陣列 因為那個看不到 我怕你們 我講了你們會 頭會暈啦 OK 看不到嘛 Excel裡面看不看得到 看得到嘛 你感覺看得到比較具象嘛 對不對 那所以以前 教像教Java啦 教Python 因為都看不到 所以那個真的很難懂 很多同學 學了之後挫折感很大 他反而VPA 因為看得到吧 所以以後你就用那個 用Excel的這個概念來學陣列 可能會比較好理解 OK 那我們來看要改哪些 留下 所以第一個 這個S 這個地方的話你就用S 初始詞的話呢 你就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空的 OK 特別只有如果是數字是0 那如果文字是空的 這兩者可能有點不太一樣 那清除的話呢 可能就是這邊 把這個清空是這樣子 這樣應該沒問題 那這邊的話呢 就是說如果它是的話 那我就把它累加起來 那累加特別注意 累加就是 這邊記得把它這樣子 那 特別注意如果加計算的話是加有沒有 那如果是那個串接的話 記得是用AND 因為在VPA裡面喔 如果是文字的話請你用AND符號 這樣的話表示是串接 那當然VPA也有人用文字用加的啦 其實這樣是OK 不過我不建議啦 因為這樣反而 比較容易混淆 你會搞不清楚 到底是文字還是數字對不對 所以乾脆呢 記得喔 文字用AND 那串接這邊的話就不是串一個E 而是串什麼 串那個 如果它是初的話 那就是這個字 那這個字怎麼表示喔 特別重要就是把它 把它切開來這個字 所以我們把它切開來那個字喔 又就是MID抓到的那個字 特別之后就是把它怎麼樣 把它搬到這邊來 所以這邊這一個 你可以把什麼 MID 刮弧 然後到這個 有沒有 所以這個可能要熟 熟悉那個到底你寫了什麼 然後你把它Ctrl C 再把它怎麼樣 把它E蓋過去就好了 OK 好 應該程式就寫完了 應該要改完了 對不對 好 那當然接下來呢 如果不確定的話 你可以這邊設中斷電 或F8啦 你慢慢跑都沒關係 因為我們上課沒辦法慢慢跑 我們就直接來跑看看 所以它第一個呢一定是 跑這邊 Excel是前面的 只有1 這個會幫我留下來 所以我先把這邊先清空一下 這一些清空 然後呢 再讓它跑一下 所以這邊設中斷電 那當什麼時候會進到裡面來 當這個為1的時候 1跟2嘛 所以這裡面的話我就把 當這個字是 Excel Mid 這一串的結果 這一串結果如果你想知道的話 其實有個方法 選它 油標放上去 它會告訴你你現在切的字 但是有的時候呢 你選了之後它沒有顯示 那怎麼辦呢 有一個方法 複製 再利用檢視裡面的即時運算視窗 把print的後面呢 入問號後面呢 串著一個enter一下 有沒有 它就把1print就出來了 因為有的時候啦 我們要 想要知道這裡面的東西到底放 目前喔 中斷的模式 那因為你油標放在它不告訴你 那怎麼辦 你可以用這一招 用一個問號 把裡面就1了 所以它就把1怎麼樣 串跟空的串 所以呢 串完之後的話呢 那1裡面就放一個1 S裡面就放一個1了 那下一個的話呢 又是2 所以呢 這個時候後面是2啦 所以 1跟2串會怎麼樣呢 執行過來 所以你油標現在放S 1、2就出來了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啦 這樣串完之後呢 再把什麼呢 結果 輸出給誰呢 給S 我剛剛漏改這個 OK 所以慢慢來 有時候其實中斷一下 常常也會忘了改 一個地方 那就這樣 那要跑完 就跳離了 那就把什麼呢 1、2輸出 輸出錯位置 OK 這也是常常翻 沒關係 這時候你可以把這邊改成 D OK 那這樣的話 就把它輸出 輸出其實 VBA有個好處啦 你可以倒車 有沒有 再 執行 不是執行 按F8 這樣就OK 所以 跟各位講 其實真的 VBA這個 除錯環境 如果你再去學別的 別的城市的話 你會發現 非常懷念 VBA 真的你會覺得 哇 顯值 太棒了 因為如果 你在寫其他城市啦 真的沒有這麼好的 除錯環境 它可以讓你 停在哪個地方 然後 Check裡面的變數 然後還可以倒車的 這個其他除錯環境都沒有 把它清空 再換下一個 所以 其他的話 就讓它全部跑完 就OK了 那再來的話 留下英文的話 我剛剛講過了 英文部分的話 多一個邏輯 就是 先利用那個 U-Case 所以呢 留下英文部分的話 那我就是 先用什麼 VBA裡面 U-Case 把切割到的字 外面 先 在 這個 ASC裡面 多一個轉成 轉成大寫 不管它什麼 然後切割之後呢 我判斷它是不是 大於等於65 而且是 小於等於的話 後面的話 這很長 90 如果我是在這個範圍裡面的話 那表示它就是一個 那個 英文字 那英文字的話 我就把它串接 所以其實跟剛剛一樣 只有多一個 U-Case 轉型而已 OK 再來的話呢 留下中文部分的話 因為我剛剛講了 如果它是 大於127 因為它那個 ASC Code裡面 就0到 127 就128個位置 那如果它大於127 或者是小於0的話 那基本上它就是 不是 數字也不是英文 那我就把它當成是 其他 就是中文 然後把它輸出 再把它輸出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的話 這樣子做出來 就是留下英文 留下中文 OK 但是呢 特別注意 這裡面可能會有個問題 如果說你裡面的字 假如就像 Excel 如果你把它 輸出 變成什麼呢 我把它 變成 如果你裡面是全形字的話 應該知道全形吧 如果你這邊 Shift加 空白鍵 這個應該 可以把它 浮動起來 如果 這樣看不到 如果它是全形字的話 應該知道全形字吧 1 像全形字 X C E L 那如果是像全形字 它一樣把它當成 不在那個 128 那個表裡面 因為全形字的話 它就是兩個by字 OK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留下中文按下去的話 它也會把這個有沒有 留 有沒有 這怎麼辦 有個方法 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把它 如果你不要 把它當 中文字的話 你就是先把它轉成半形 再來判斷 全部轉半形 再來判斷 也OK 所以 如果轉半形 裡面有個 那個函數 也可以讓你先轉半形的 再來判斷 全形賣斷部分 可能要注意一下 其他應該這樣 就可以把我們要的東西 把它留下來 所以這一題的話 最重要記得 就是說 我怎麼樣 也是一樣把 抗者改成粗死值 另外的話 串接部分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請各位把這一題 先試著做做看 外面先還給各位 請問各位 請問各位 請問各位